第十九题 一千球与一累球至同样的高度同时自由落在沙地上 如富途所示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设两球体积相等 千球密度大于累球 不计空气阻力 这是一个自由落体的问题 我们知道 当两物体在做自由落体的从相同高度落下的时候 他们所受的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两个加速度一样 所以选项B说千球落下交速度较大是错的 那么他们有同样的高度有同样的加速度 所以他们着地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选项A说千球先着地了也是错的 那么他们虽然着地的速度是一样 但他们质量不一样 题目上说体积一样 但是千球密度比较大 所以千球质量大 根据动能公式1分1mv平方 如果速度一样质量较大的动能会较大 所以选项猪说速度相同 动能也相同是错的 动能并不同 千球的动能比较大 也因为千球的动能比较大 所以它落在沙地上会造成的凹陷会比较大 所以选项C是对的 因此第19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两者着地速度相同 但千球质量较大 故沙地凹陷程度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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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感谢观看